这是警察开棺验尸的真实画面 当时为了验证被家人认定 已经自杀的杀人犯是否真的已经死亡 警察不得不选择开棺 殊不知当棺材板被打开 警察却发现死者不是真正的死者 而是另一起失踪案的受害者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杀人犯借尸假死逃脱追捕后 并没有逍遥法外 而是惨死在街头不得善终 不禁让人好奇 如此烧脑的山村迷案 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真相 深夜吕宝来探案 催眠好奇又下饭 时间2010年12月24日 地点四川省达州市达县 这天家住妖堂村的陈明华放牛回到家 竟发现侄子陈世平惨死在自家 接到陈明华报警的派出所 民警很快来到了案发现场 并展开了侦查 经法医的事件 判定陈世平遇害时间是24日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之间 死因是被钝器多次击打头部 而凶手遗留在现场的带血柴刀就是作案工具 除此之外 技术人员还在现场找到一把黄色雨伞 男士黑色皮鞋 深灰色外衣 通过辨认 这些都是凶手丢弃在现场的 依据这些 警方大致推测出凶手只有一人 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 而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眼下最重要的是确定该案性质 这样才能让警方有更明确的侦破思路 据陈明华描述 案发后 家里的四个猪蹄和两块猪排骨都已经不见 同时 卧室里还有明显的房东痕迹 随即 大县公安局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调集刑侦和计侦等相关人员 力证在最短时间将此案侦破 首先 侦查员对死者陈世平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调查 陈明华今年68岁 死者陈世平今年54岁 舒志良是村里的无保护 平时都靠政府和村民的阶级生活 所以舒志良平时老是本分 为人友善 根本不与任何人发生矛盾 随着进一步的走访排查 侦查员排除了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 结合案发现场有翻动痕迹 加上猪肉也消失不见 警方判定这是一起入室盗窃杀人案 这个犯罪相应的经济应该比较结局 结局应该是一个秃罪 我们朝鲜的秃罪 什么都偷 偷就没过来做 你想那个拿走都可以偷就走的人 你想他层次应该不高 随后 根据案发地位于三村交界处 警方推测凶手有可能是流窜作案 并组织人手对案发周边的村庄展开摸牌 重点排查有前科或近期来邀堂村的陌生人 很快 侦查员就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有村民向他们反映 在案发当天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向他打听邀堂村是怎么去的 当时 该男子拿着雨伞 穿着皮鞋和灰色外套 这条线索的获得 让侦查员如获之宝 沿着陌生男子进入邀堂村的活动轨迹 侦查员继续挨家挨户的排查 最终 有一名摩迪司机向他们反映 在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左右 他搭载过一个类似男子 只是手里拿的不是雨伞 而是一包看起来很重的东西 在司机呢 侦查员得知陌生男子 最后下车点在一个农贸市场 很显然 如果陌生男子就是杀人凶手 到农贸市场就是为了销赃 侦查员立即来到这 并进行实地摸牌 可由于正逢春节 市场内的生意十分红火 要想查出谁来卖过猪蹄 或者排骨 绝非一事 就在侦查员还在一一排查时 旁边两个商铺老板的对话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昨天我收了两个 价格大便宜 收了四个猪蹄就会有原味 特别多钱 经过询问 这些猪肉是一个 唐姓男子卖给他的 在此之前 唐某经常会拿一些 积鸭鱼来市场卖 而且价格都很低 为了确定唐某是否就是此案的凶手 侦查员叫来陈明华 对商铺老板购买的猪肉进行辨认 让人没想到的是 陈明华一眼就认出这是自家猪肉 到此 唐某被列为重点协议人 然而 在接下来的走访排查 并没有让侦查员得到唐某的具体信息 那此时的唐某到底在哪儿 他的真实信息又是什么呢 案件转机发生在案发后的第五天 想着唐某可能有盗窃前刻 警方试着在街警平台找到类似案件 没多久 一条警情让警方眼前一亮 在2010年4月14日 达县曾经发生过一起盗窃案 并很快确定嫌疑人叫唐明月 可到现在 此人一直逍遥法外 那这次发生的杀人案会与唐明月有关吗 据调查 唐明月 四川达县人 1974年生人 有吸毒前刻 2005年因抢劫罪被判入于6年 为了能了解到唐明月的具体行踪 警方找到了她的家人 本来确确实实把我们害得太苦了 从经济上 社会这个名声上 把我们确实害得太苦了 对于唐明月 其父母根本不想提及的 甚至充满怨恨 两位老人说 自己有五个儿子 唐明月排行老五 从小乖巧听话的 她深受一家人的喜欢 可在19岁那年 去广东打工的她 不知为何染上了毒瘾 从那以后 唐明月不再上班 每天在家游手耗尖 一开始 家人并不在意这些 可随着时间一场 唐明月开始有了 小偷小摸的行为 有时还会偷偷变卖自家东西 甚至连二个唐建的养猪厂 都被搞破产了 你这整个猪厂一共可以养多少头猪 中间要养700多头 700多头猪 然后唐明月偷了多少猪 150头左右 唐明月除了偷猪卖钱外 连养猪厂里的器材都不会放过 甚至连猪圈的铁门都会拿去卖钱 有这样一个弟弟 做哥哥的能发家致富吗 不出意外 二哥唐建彻底破产 债台高筑 一气之下 与唐明月断绝兄弟关系 眼看家人没有任何钱财 唐明月将目标转向村民 能借就借 不能借就去偷或者抢 因此 村里人对唐明月也是怨声载道 咬牙切齿 那这个在家人口中无恶不作的唐明月 会是警方一直寻找的杀人凶手吗 警方将唐明月的照片拿给农贸市场老板 以及摩迪司机进行辨认 最终 警方确定唐明月就是杀害陈世平的凶手 然而 就在警方打算给唐明月免费送一副银手镯时 其家人告诉他们 唐明月在22日已经自杀 23日都已经入土为安 这条线索的获得 让警方有点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 唐明月23日都已经入土为安 那24日杀害陈世平的凶手 为何还是唐明月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据唐明月二个唐健回忆 在12月22日 有村民告诉他 他们听到自己的养猪场有人发出了惨叫 由于之前唐明月一直生活在这里 唐健就认为是弟弟唐明月独隐发作 担心弟弟出事的他还是去看了看 谁知 一到养猪场的他就发现唐明月已经死亡 弟弟唐明月的死亡并没有让唐健感到忧伤 与家人商量后 打算花一万元钱请邻居帮忙处理下后事 23日 唐明月就草草下葬 之前 所有证据都在说明24日被杀的陈世平 是唐明月一手造成的 可为何唐明月22日就已经死亡了呢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对处理丧事的村民进行了调查询问 可他们都一口咬定死者正是唐明月 之后 技术人员来到唐明月死亡的那个房间内 通过一段时间的勘察 技术人员却发现了一点 墙上有大面积的喷溅血迹 如果唐明月是自杀的话 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血迹 如果村民下葬的人是唐明月 那他肯定是被人杀害的 那此人又是谁呢 警方首先对唐家人表示了怀疑 并对他们做了秘密调查 其中 唐明月姑姑给警方反映的情况 让案件侦破出现了曙光 这条线索的获得让警方推测唐明月并没有死 唐家人或村民在隐瞒警方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村民下葬的人又是谁呢 警方扩大了排查范围 时间来到2010年12月28日 这天当地派出所接到一个妇女的报案 她声称自己的丈夫李红突然失踪不见了 而在失踪前 李红曾经接到过唐明月打来的电话 原来唐明月一直欠李红家几千元钱 这次打电话给李红 也只是谈还钱的事 李红为什么会突然失踪呢 这会不会和唐明月有直接关系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越来越确信唐明月还活着 但要最终确定就需要开关验尸 当时困难很多困难匆匆 一丝农村风雪 就得开关验尸杀其亨打 最终在警方的劝说下 唐家人同意了 那天唐家没一个人来现场 陪同警方的只有村民 在大家的努力下 棺材被打盖 通过法医对死者面部的清理 周边村民瞬间呆住 这人根本不是唐明月 随着DNA的比对 法医确定死者不是唐明月 而是失踪几天的李红 由于在李红衣服上发现大量唐明月指纹 警方认定唐明月就是杀害李红的凶手 到此不禁让人好奇 竟然唐明月没有死 为何其家人和邻居都坚信她已经自杀了呢 在经过大量走访后 警方得到背后原因 原来李红死亡时 头部已经有大量血迹 面部无法看清 加上李红穿的衣物就是唐明月的 唐剑就以为死者就是唐明月 加上村民对唐明月也只有怨恨 对尸体没有做任何清理 就直接下葬了 因而 大家一直以为死者就是唐明月 所有疑点都有了答案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将穷凶极恶的唐明月 缉纳归案 达现警方立即向达州市公安局请求志愿 随后 一张抓捕大网在达州市铺开 在几天的蹲点排查后 警方在一家小旅馆发现了唐明月的踪迹 经过一段时间的部署 抓捕行动正式开始 可让人意外的是 当警方找到唐明月时 她已经躺在旅馆外的过道上 早已死亡 经过法医的尸检 唐明月死于吸毒过量 唐明月死后 唐家人并没有来领取尸体 现在警方也只能依靠仅有线索来推断唐明月杀人过程 李红的被害应该是唐明月精心策划的 她已还钱将李红骗到了哥哥唐健的养猪场 然后将其残忍杀害 以此来了却一桩债务 之后流窜到陈世平家 为了一些猪肉 将陈世平残忍杀害 那事情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或许没人知道 但唯一能确定的是 也为唐明月的恶行 让李红本不宽裕的家庭变得雪上加霜 而陈明华老人也失去了唯一的亲人 独自一人生活着